挂在房梁上的气灯 被灌进破屋里的狂风 吹得摇晃不定 光线闪烁 映得破屋中忽明忽暗 漆黑的石人 好似一个被活埋的死人 只露出头部 下面全埋在黄沙之中 走到近处一看 原来的石人 石人的眼睛上 趴着一只大蚂蚁 有一个趾关节那么大 身体乌黑 尾巴呈血红色 被气灯的光线一晃 就闪出一丝微弱的光芒 从远处看 就如同石人的眼睛在闪光 我见只是只蚂蚁 就顺手一弹 把它弹到地上 踏上一脚 耳中只听嘎巴一声轻响 踩了个稀烂 稍稍觉得古怪的是 这只大蚂蚁的身体 比起普通蚂蚁可硬得多了 我看了看四周 破屋里到处透风 不知道这只蚂蚁是从哪儿爬出来的 Sherry Young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没什么 就是只蚂蚁让我踩死了 我把正在熟睡的胖子叫醒 让他去放烧 随后往火堆里添了些固体燃料 让火烧得旺一些 把气灯熄了 便钻进睡袋睡觉了 身体疲倦 很快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九点多了 外边的沙暴挂了整整一夜 物资未停 只是比起先前的风力小了很多 这场魔鬼般的沙暴终于要结束了 古城一记又有一大劫陷入了黄沙 露出地面的部分已经不多了 再有两次这么大的风沙 恐怕这座无名的古城就会消失在沙漠之中 不过即使全被黄沙埋住 也不意味着就永远被掩埋 塔克拉玛干有一多半是流动性沙漠 随着狂风移动沙漠 不知道多少年之后 它还会重见天日 好爱国正在指挥学生们 挖掘墙角那尊石人 已经挖到了石人的大腿 大伙都围着观看 只有安利满趁风势减弱 出去照看躲在城墙下的骆驼 我从包里取出些干粮 边吃边去看他们挖土 这次跟随考古队进沙漠 除了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型古墓 也是想和这些专家学些考古方面的经验 他们怕损坏石人身上的雕刻 只用工冰铲挖开外围的沙子 然后用平铲和刷子一点一点的清理 挖开一部分 清理一部分 同时还要做各种记录 陈教授见我醒了 就对我点点头打了个招呼 看来他身体已经没问题了 他告诉我 现在这次就是让学生们练了手 增加一些实习经验 理论知识的学习虽然重要 但是考古这行 现场实习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场多看多接触 多动手才能有直观的感受 结合起理论来就会快很多 没过多一会儿 学生们就清理到了石像的底座 我是头一次见这种巨铜石人像 这石像身穿胡服 双臂下垂 身体上雕刻了很多花纹 似是某种密宗经文 据陈教授说 这些文字始终没有被破解 不过随着最近几年考古研究领域的拓展 专家们认为 这应该是某种符号或是暗号 记载了一些远古宗教方面的信息 至于为什么会把这些符号雕刻在石人身上 也许是和祭祀有关 但是相关的文献 壁画 历史记录等资料完全没有 到现在 这些也只不过是推测而已 萨地鹏在旁听了教授的讲解 请教道 教授 这种石人的造型和常人差别很大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古代有种崇拜外星人的宗教 他们见过外星人之后 就认为他们是天神 于是制造了一些这样的石人出来膜拜 这些石人身上的符号 是一种外星语言 好爱国立即批评他 小萨 你平时学习起来就很不用功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不要把脑筋用的歪促 怎么连外星人都搞出来了 对待历史 对待考古 要严肃 陈教授 没有生气 反而露出慈祥的笑容 有想象力不是坏事 年轻人 思路活跃 是很好的 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这一点都不矛盾吧 不过 我们考古 研究历史 就是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大胆的假设 谨慎的求证 想象力 要建立在现实的依据之上 缺乏依据的想象力 是不牢靠的 咱们就拿这巨铜石像来说吧 古代人喜欢 通过天文现象 来判断吉凶祸福 每当夜晚 他们眺望星空 会不会希望自己的眼睛 看得更远一些呢 在制造石像的时候 会不会把这种愿望加进去呢 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四川的三星堆 也出土过一些造像 眼睛长长的延伸出去 保守的说 这极有可能寄托了一种古人 对探索欲望的表达 我听到此处 也不禁贪腐 还是教授有水平 不拿大道理压人 比起陈教授的境界 好爱国就差多了 陈教授继续说 你所说的外星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 并不是一提到外星人 就意味着外国小说中 虚构的科学幻想 其实最早对外星人的记载 还是出现在 咱们中国古代的笔记和壁画中 早在七千五百年前 贺兰山的原始部落壁画中 就出现了身穿太空服的 宇航员形象 他们从一个大圆盘中走出来 周围的动物和居民四散奔逃 这些恐怕不是当初的人类 靠想象力能想象出来的 那应该是一幅 记录发生重大灾难和事件的 记录性的壁画 类似的情况 在周夏时期的顶记 以及一些古籍中 都有记载 这时 安利满冒着风沙 从屋顶的破洞中 跳了回来 告诉众人 沙暴就快过去了 用不了半个小时 天就会放晴 全凭真主保佑 沙子已经快吞没外边的城墙了 如果再多刮两个小时 咱们今天就要被活埋在这了 本来众人还有些担心 虽然见风势小了 却不知什么时候能停 有了安利满这番话 就彻底把悬着的心放下了 学生们专心的听陈教授讲课 我在火堆上煮了壶茶 准备让大家喝完了 就动身上路 茶刚刚煮飞 围着巨鱼童十人像的几个人 突然齐声尖叫 都向后跳了开来 有的人喊 啊 怎么这么多大蚂蚁啊 有的人喊 哎呦 这边也有 我急忙去看 只见十人脚下的沙土 拢起一个大包 就像喷泉一样 涌出无数的大蚂蚁 有人用铲子去拍 一下能拍死上百只 但是同时又从沙子里冒出上千只 密密麻麻的 瞧得人头皮发紧 开始以为是他们挖沙子挖开了蚂蚁窝 但马上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地面上出现了十几个大洞 越来越多的蚂蚁从中爬了出来 每一只都是漆黑的身体 红色的尾巴 红黑相间 如决堤的潮水一样 独起其数 安利丸只看了一眼 扭头就往外跑 胖子等人还想用弓钉铲去拍 就在这一瞬间 蚂蚁已经多得无从下手的地步 Sherry Young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 去过的地方都见闻也广 只听他焦急的对众人喊道 大伙快从屋顶爬出去 这是沙漠行军仪 走慢一点就要被砍成骨头架子了 数以万计的沙漠行军仪 已经堆满了半间屋子 地下还源源不断的爬出更多 不仅是地下 房梁上 墙壁里 到处都在往外爬 陈教授业一心几个人 被这骇人的情形 惊得双脚发软 哪里还走得了半步 别说那几个知识分子 就连我和胖子这样的 都全身发动 这些沙漠行军已太可怕了 说不定屋中原来那具人骨 就是他们的杰作 怪不得一点皮肉都没剩下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一看周围的人 发现安利满这老家伙 又是自己先逃了出去 这个老油条 看见危险就跑 昨天还信誓旦旦的 要和我们同甘共苦 眼看工兵产的拍打 已经阻止不住潮水一般的 沙漠行军已 我一脚踢翻 正在煮茶的火堆 把半铁罐子固态燃料 全倒了出去 在屋中形成一道火墙 碰到火墙的乙群 立即就被烧焦 稍稍阻止了 沙漠行军已的前进势头 那些沙漠行军已数目太多 而且毫不迟疑的冲向火墙 想利用数量把火焰压灭 多亏固体燃料燃烧性很强 不过被乙群压灭 只是迟早的事 利用这点时间 我们拿上能拿的行李装备 连拉带拽都出了破误 外面的风沙已经很小了 只见数百只黄羊 野骆驼 沙狼 沙鼠 猎袭 在古城的废墟中乱窜 不仅是我们刚才所在的大雾 很多地方都冒出一片片的沙漠行军已 有些动物稍微跑得慢了一点 立刻被沙漠行军已覆盖 沙漠行军已的口中含有大量乙酸 成千上万只 一起咬事就是大象也承受不住 一些沙狼和黄羊纷纷倒闭 沙漠行军已过后 他们就只剩下一堆白骨了 在城中的沙漠行军已数量何止千万 仿佛整个古城就是一座巨大的乙巢 我们被困在屋顶上只能挥动弓兵铲 把爬上来的行军已扫落 远处的城墙下 安利满正在忙着解开拴住骆驼的绳索 我把步枪扔给胖子 打开帽子 胖子举起步枪 毫不迟疑的对准安利满扣动扳机 为什么安利满的皮帽子被子弹击飞 吓得他一缩脖子回过头来看屋顶上的人 我对他大喊 老头 你要是敢跑 第二枪就打你的屁股 胡大肯定没意见 安利满连连白手 示意不跑 但是屋下已经布满了沙漠行军已 我们暂时下不去 在屋顶上也不是办法 正没理会处 却见一堵破墙轰然倒塌 一只羔羊般的大蚂蚁从里面爬了出来 这是只蚁后 身上长着六对透明的大翅膀 可能是由于杀暴的袭击 惊动了藏在巢穴深处的蚁后 他正准备迁移 见了以后这等声势 考古队员人人脸上变色 Sherry扬叫道 秦贼先亲王 快开枪 干掉他 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运动气部枪 急得直跺脚 这枪口径太小 他妈的打不动啊 话虽然这么说 还是开了枪 把弹舱中剩余的子弹全射向蚁后 我摘下挡风沙用的围巾 把剩下的固体燃料全用围巾包了起来 掏出打火机 点燃了围巾的一角 当作燃烧弹从屋顶上砸向下面的蚁后 这招竟燃烧到了奇效 火界风势 把那巨大的蚁后身体包围 蚁后吃痛 挣扎着在沙子上滚动 越滚 火烧得越大 这种压缩燃料 只要一点就能燃烧十几分钟 何况这多半桶 足有一公斤左右 火越烧越大 四周的行军蚁都炸了营了 奋不顾身的冲向蚁后 希望凭借数量将火焰扑灭 我见机会来了 对大伙一招手 拎着弓兵铲 当心跳下破屋 把零散的沙漠行军蚁驱散 大个子楚剑背了陈教授 好爱国 叶一心等人互相搀扶着 胖子断后 一行人都从突破口 冲了出去 这时候 安丽满已经把受到惊吓的骆驼群控制住了 大伙都爬上了骆驼 催动驼队向城外跑 身边不时有各种野兽窜过 平时碰着都是你死我活的 这时候谁也顾不上谁了 全都拼了命了干跑 驼队奔出数百米 我回头看去 古城破败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 无数的煞木行军蚁翻翻滚滚的跟开了锅的红黑似海水一样 沸腾着从地下蜂拥而出 不过只要没被这大队蚁群包围就没有危险了 安丽满解释说 他是想先出去解开拴骆驼的绳子 要不让蚁群把骆驼们啃成骨头 咱们想跑都跑不掉了 并不是自己先逃命 话都不信 用大拇指着背上的步枪 你甭跟我说 以后要解释就跟这支枪解释 安丽满的理由似乎很充分 也不能认定他是抛下众人独自逃跑 以后在沙漠里还有很多地方离不开他 我不愿意就此和他闹翻 于是拦住胖子 不让他继续说了 我对安丽满说 咱们在沙漠中 一同见到了吉祥的白骆驼 又逃脱了沙漠行军蚁的围攻 这都是胡大的旨意 他老人家认为咱们是兄弟 都是虔诚的信徒 所以我们都相信你 背叛朋友和兄弟的人 胡大会惩罚他的 安丽满连声称道 咱没安拉 胡大是唯一的真神 咱们嘛 都是顶好顶好的朋友和兄弟嘛 真主是一定会保佑咱们的嘛 这场不大不小 有惊无险的插曲 就算是结束 谁知道过了西叶古城的沙海深处 还有什么麻烦 等待着我们 没时间读书 那就倒听途说吧 家家听书馆 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 这一集